女生看剧可以说很多都是冲着颜值看的 像军旅题台的电视剧 就很少有女生回去追 除非那也是自己爱逗演的 要是演技也能跟得上 那就更加赏心悦目了 而且经常是看一部剧 就会再跟着换个老公 尤其是那些电视剧中古装美男 几乎没有妹子能够抵抗得住 爱美之心谁都有的 所以大家就一起欣赏美男 岂不是更美滋滋 不过男主都是女主的 男二才是真正属于这些观众的 说到古装帅男二 首先当然就要想要乔治与乔美人有两名日 在雪花女神龙这部电视剧中 直接吊打男主了吧 他的乔美人这个角色 很有一种并娇美 而且对女主也很深情 但是奈何女主就是喜欢男主 摆着这种美男也不要 恐怕只会存在于电视剧上了吧 显示生活中 才不会有那么傻的姑娘呢 肯定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男二的 而且还是个医生 这个职业也不错 现在单身妹子 梦寐以求的类型之一了 还有就是四美里面的钟翰良 在康熙秘史里面 也是成功收获了一大波迷妹 饰演大清第一次人 这样的才华加深又善其事 文武双全的人才谁会不喜欢 刚开始和表妹相爱 但是表妹被嫁给了皇帝 后来喜欢清格 皇帝又嫉妒他 各种针对他 一直没有实现自己报复的那男 最后郁郁而终 眼看着他一口血喷了出来 观众的心都揪了起来 钟翰良还是很帅的 在剧中比下雨的皇帝更有吸引力 还有近几年的非常受观众喜爱的一个古装男二 就是宇文护 平时看多了学正习的现代装 觉得挺有精英饭 但是这个角色非常有魅力 虽然一直都在谋权 但是却是个非常深情的人 还那双异童 眼中的深情好像都加倍了一样 这个剧播出的时候 里面的男二女二两个人 才是真正的男一女一 因为他们撑起了这部剧的所有话题 还有就是惊吓古装 一下子就惊艳 到无数女性同胞的面面 朱义龙在剧中挑战了三个不同性格的角色 但是其中面面最受观众的喜欢 大概是小表情太可爱了 虽然是个反派 而且还是个配角 但是给观众非常深的印象 剧中是居老师的弟弟 两人因为一个误会 而反目了千年之久 这个设置也确实有点疤 不过几年夏天的惊艳男二可不止他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在二次元里 继续挑起话题的罗云熙 他的那几张黑画的润玉图片 俨然是一波超级好看的壁纸 尤其是那个眼神也很有戏 从祈求变成不甘和愤怒 想要帮自己的生母报仇 但是被水神给打断了 但是那场戏的场面 画风非常美 很多二次元玩家 更是把它当成了模板 进行了二次的创作 躲过着音质却霸气的渔文户 也躲过了超级可爱的面面 但是却没有躲过润玉 在这些男二里面 你们最喜欢哪位呢 欢迎评论